Fox News 福克斯新闻觉醒了 这个右派的主流媒体平台 拥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其中像是Tucker Carlson Sean Hannity Laura Ingraham Jesse Waters等等 我都还蛮喜欢的 那么他们呢 也及时的揭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新闻 比如说像是拜登政府 秘密的在半夜 用飞机把非法移民送到美国各地 那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记者 比如说Peter Ducey 常驻白宫 经常问出一针见血 让白宫发言人无法招架的问题 他们节目的平台 也常年邀请各种保守派的评论员来上节目 那么虽然呢 在大选的时候 Fox News曾经对于拜登当选的认证 让很多人感觉到很失望 但是在最基本的基本常识方面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说的基本常识 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连福克斯新闻也开始宣传感人的 儿童变性的故事了 因为呢 六月份是所谓的骄傲月 所以福克斯新闻也特别为了庆祝这个左派的节日 搞了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上面写着 美国一起庆祝多样性 LGBTQ plus骄傲月 那么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他们单独的做了一个小纪录片 里面讲述了一个男家中的女孩 是怎么在父母的支持下变成了一个男孩 Ryland Whittington Ryland Whittington 是个男孩 我们发现了一个男孩 有什么气疗 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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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 you know created us the way he wanted us well then yes he created violent just the way he is you might be struggling right now but we believe in you this family we might not know you we might not know where you live but you know we understand you and we believe in you i want to thank the winnington family for speaking to us it's not easy 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when transgender issues have been politicized people are afraid of what they do not understand dana 这家庭希望他们的故事会导致更多理解 更多承认 最终的更多爱 刚才的这一小个片段里面呢 透露出了很多扭曲的信息 这一对家长在小孩提出对性别的疑问和偏差的时候 做了极其错误的决定 他们没有往正常的方向去教导 反而是一再的纵容 让心理疾病变成一种大家都值得去送赞 去学习的勇敢和勇气 其次他们在影片中说 他们是信主的 他们相信神的创造 就是把这个女孩创造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样子 所以他们尊重神这样的创造 决定顺从神的旨意 让这个女孩变性成一个男人 这个是对圣经和上帝有着根本上的误解 圣经里哪个人是变性人呢 神什么时候说了 他本来是要创造男人 结果造错了 变成女人了 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父母的失职找的借口 更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去创造他们喜欢的律法 他们想要所有人都去遵守这样的律法 而不是真正认识神赐给我们的 会让我们的肉体私欲感觉到不舒服的律法 孩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父母绝对是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在未成年人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在面对一些基本常识 一些事情在疑惑的时候 父母是要承担起教导的工作 如果小孩面临着心理疾病的问题 父母更是要积极的帮助他治疗 福克斯新闻会在六月份 推出这样一个送赞儿童变性的节目 无疑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战略 不管是他们希望扩大收拾人群也好 还是因为现在觉醒文化 在全球都慢慢变成一个大趋势 要跟风 还是因为拜登政府对LGBTQ的推崇 他们为了政治利益 所以要做一个舔狗 还是说他们真的傻到 认为这就是包容 这就是爱 不管出于种种什么样的原因 一个保守派的电视台 推出支持儿童变性的节目 我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一整件事都不是关于爱和包容 LGBTQ本身就已经是政治利用的工具 是他们为了让人民分裂 形成不同的阶级 而制造的阶级斗争的工具 爱和包容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借口而已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